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2017年施政報告中宣布 當局長安裝新一代的路旁停車收費錶 作為推動智慧出行的一項措施 目前本多正在使用的停車收費錶 只能接受以百達通卡付費 這些收費錶由2003年開始使用 因為可用的年期即將解本而有需要盡快更換 新一代的路旁停車收費錶 將可以接受多種繳付泊車費的方式 包括以流動應用程式來遙拒繳費 亦都會配備感應器 以政策設有收費錶的泊車位是否被佔用 以及提供適時的資訊 協助駕駛者尋找空置泊車位 據政府建議 新的停車收費錶 將會在兩年內分階段安裝 而大約在2022年年終完工 基於上述的背景 當局在2019年11月27日 就將2019年獨路交通法例 泊車位修訂條例草案 下清條例草案 提交給本會審議 以便為營運配備額外功能的新一代停車收費錶提供法律依據 主席 條例草案 自在修訂道路交通條例第374章及其他指明交通法例 使用電子方式繳付使用泊車位的費用 以及安裝感應器以偵測泊車位的佔用情況 並就相關事宜定定條文 強通條例草案 付權運輸署處處長 下清署處長 直獻報公告認可使用任何的卡片設備或電子系統繳付泊車費 該等認可繳付的媒介包括儲值支付工具 非接觸式信用卡 以及透過電子錢包和轉數快付款的流動支付方式 同時,以新定第十二括弧1A條定名 根據以第十二括弧1括弧P條定立的公告並非附屬法例 這是當局考慮到電子繳費方式發展迅速 為了日後可靈活運用新興的繳費方式 適宜透過獻報一般公告去公布認可的繳費媒介 而非是值附屬法例去定名該等的繳費媒介 同時,條例總會將修訂停車收費錶的現有定義 以拋骨就泊車位所安裝的車位感應器 相關修訂而獲通過 處長將可透過車位感應器偵測設有收費錶泊車位的佔用情況 條例草案亦廢除了一些與使用現金、硬幣或紙幣 繳付泊車費有關的過時條文 另外由於泊車的儲蓄卡至2004年起已經停用 條例草案亦就該等泊車駐索卡內含餘額的退款申請 是私家時限的規定 主席 在2020年5月8日舉行的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 是議員同意就此成立法案委員會 隨後,法案委員會舉行了一次會議 與政府當局商議條例草案的細節 當法案委員會完成審議工作之後 曾於2020年6月12日向內會提交首份報告 表示不反對在本會會議上恢復條例草案的異讀辯論 然而由於時間不足 本會未能夠在上個立法會年度的會期結束前處理 有鑑於此 文書及房屋局局長在2020年9月25日置函法案委會 邀請委員考慮當局 而就條例草案提出的三項新修正案 其一,修訂第一、括弧二條 將條例草案開始實施的日期 由2020年5月1日改為同年的12月12日 以配合政府當局的最新計劃 即是由2020年12月起 分批安裝及啟動新的停車收費表 其次,修訂第一、括弧三條 將廢除泊車儲值卡相關提述條文的生效日期 就由2022年1月1日改為同年的7月1日 此外,修訂第十條中 關乎第374詩章建議的第12AA條 將交回泊車儲值卡以申請退款的最後期限 由2021年12月31日改為2022年6月30日 這兩項都是關乎泊車儲值卡的修訂 因為當局希望預留足夠及合理的時間 讓泊車儲值卡的持有人退款 主席 因應上述的最新情況 法案委員會在2020年10月16日 就向內會提交第二份報告 請議員刷拭法案委員會 就政府已提出的新修訂案 以及當局 而尋求立法會主席許可 勉強就條例草案動議修訂案所需的預告 曾作出的考慮 主席 本港泊車位供不應求的情況 已經持續多年 而且日趨嚴重 即使本會今天通過條例草案 充其量都只會增加泊車人士的便利 是無助於增加泊車位 可謂治標 不治本 政府對泊車問題 多年來 採取鋪鳥政策 但是 似乎是沉醉在夢中 亦都似乎是覺得 沒有泊車位便沒有泊車問題 本人 本人 亦都曾經多番向當局表達對這個問題的關注 行政長官在2018年的施政報告中 是特別清楚地指出 泊車位短缺的問題 他指出是車輛近年平均年增3% 而泊車位平均只有每年是0.9%的增長 他亦都提出是一地多用的原則 亦都承諾增加車位 主席 我向行政長官提交對2020年施政報告的建議 其中一項內容就是促進特區政府推動公私營協作 以增加泊車位的供應 我指出當局應該加強各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 優先在合適的政府機構、社區設施、發展項目裡面 加設公眾泊車位 同時在規劃新發展區的時候 是應該預留位置發展地下智能停車場 我強調只有多管齊下 並且配合妥善的規劃 才有可能提供更多泊車位給公眾使用 解決香港嚴重泊車位不足的問題 主席 本人僅此陳詞 支持通過2019年道路交通法例 泊車位修訂條例草案 以及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的三項新修證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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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